大家好,欢迎来到OnLife平台的演示 现在OnLife是一个独特的区块链产品 它实际上结合了三个市场 线上服务、线场直播、与其转码和中继节点 所以你可以通过直播赚钱 或者如果觉得自己在观众面前表现会不够好 你可以把你的服务外包作为代码转换器或指示协助直播 为了让你熟悉网站的基本功能 我们制作了该视频 首先,我们将重点关注内容创建 如何建立频道以及如何处理客户的预定 让我们开始吧 通过我们的频道 用户可以轻松设置实时咨询的报价 如果你是律师 想向客户提供付费建议 甚至同时接待多人 又或者你是会计师 也想达成同样的效果 通过我们的频道 你可以发布有关你在公共直播的信息 并吸引你的观众 这也是与客户沟通的方式 每个注册用户都可以创建多个频道 例如,每个频道专注于不同的领域 税收、法律甚至IT和健康咨询 现在就创建我们的第一个频道 由于是第一个频道 我们将使用简化的创建页面 首先,我们必须起一个名字 假设我们对电脑感兴趣 并且频道将提供实时IT支持 因为这是我们的优势 可将其命名为电脑咨询 因为我们了解电脑 并将给出建议 看看我们做了什么 好的,这是我们创建的频道 现在我们必须添加一些信息 这个名字可能还不够清晰 我们从标签和技能开始 电脑、IT支持、编程、网页设计 现在足够了 记住,添加所有标签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提交的简短描述 会透过一些算法连接到 我们先进的SEO系统 所有单词都会在特定时间 被分析并关联至最流行的短语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过程的 技术复杂性 请记住要点 它会帮助我们为你的频道 提供免费的推广 因为你的频道会通过标签 出现在搜索结果中 现在,为了演示添加一个频道的图像 或者说一个标志 我已经准备好一张图 现在我要导入它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简短的描述 这将显示在频道主页上 这是第二个用于SEO分析的栏位 你需要清楚地说明 这个频道是什么 如果你需要计算机或IT方面的帮助 电脑咨询是你的最佳频道 这只是一个演示 所以这样就可以了 但你可以做更详细的描述 这将更好地在网络搜索中定位你的频道 现在是第三步 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个视频咨询报价的地方 我们从标题开始 技术支持 现在来看描述 我会帮你解决个人电脑或Mac上的任何问题 这是一段适用于任何人的描述 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建议 但这听起来更像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可能会添加更详细的描述 但作为演示 我现在先跳过这个部分 最后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服务 什么情况下付费或免费 我们选中付费 设定我们的咨询费用 Unlife上的所有交易 均通过名为ONL代币的虚拟货币来实现 使用这种货币 可以使客户保持一定的匿名性 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自己计算机有问题的人来说 这非常重要 同时也为各种货币的使用创造了安全的环境 不需要进行货币间的兑换 支付额外的费用等 我们已经想到了一切 最后一件事是咨询时间 30分钟应该适合我们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频道 包含一个客户报价 还有一件事要做 我们必须指定我们的工作时间 以便客户预约与我们进行实时咨询 在任何时候 我们都可以使用顶层菜单返回频道设置 添加更多报价或修改频道的任何部分 现在切换到客户视角 我登录了一个不同的账户 已经有一些ONL代币了 在这个演示里 让我们假设 我们对电脑不是很在行 需要一些购买新笔记本的建议 我将从搜索引擎开始 正如你所见 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频道 我们也可以直接进入报价 但不是这次 我们回到频道 由于我们只创建了一个报价 只有一个可用 我们就用这个 现在我们可以预约 让我们预定星期五的咨询 下午三点十分不错 接下来只需确认我们的预定 正如你所见 ONL代币已转入第三方托管账户 我们可以随时在日历页面查看我们的预定状态 只需从顶部菜单中选择日历 然后选择我参与标签 哦 就是它 预定已经被频道所有者接受 所以我们只需等待一个私人咨询的链接出现 也有更快开始私人咨询的方法 让我们回到频道页面 并尝试直接与频道所有者交谈 也许它再见 每当客户不满足于现有的频道报价 或者只有一些额外的问题 私人消息是提升频道货币交易的好工具 除了简单的聊天功能 它还提供安全的文件传输 这是交流诸如中间数据或公司文件的好方法 在任何时候 客户都可以直接发送有关现有咨询的问题 而频道所有者不仅限于提供现有的服务 还可以创建新的专用服务 一旦向客户提供新的报价 客户可以类似于我们之前所做的方式预定 或者发送实时绘画请求 正如你所见 我们刚收到一份专门的报价 即我们的智能合同 我们可以按照之前的类似方法预定 或立即开始咨询 让我们开始第一次的私人咨询 好吗? 屏幕左侧的客户现在将选择他刚收到的报价 然后点击立即开始选项 此时频道所有者将会看到一个邀请弹窗 提示他本次咨询的目标 现在他只需接受邀请 频道所有者现在必须接受我们的邀请 咨询将很快开始 我们在这里 我们现在可以启用我们的麦克风和网络摄像头 开始实时绘画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计时器上的剩余时间 我们也可以打字代替麦克风上传文件等 一旦咨询完成 我们可以评分并写下简短的意见 如果出现问题 我们也可以提出争议并要求退款 在这种情况下 本次咨询将由网站仲裁进行检查 如果想增加更多频道 因为你想提供更多不同的技能 你可以方便地通过频道设置完成 这就是私人咨询的全部内容 请记住你可以同时运行多个频道 如果你希望创建更多频道 只需进入我们的频道菜单 并选择管理频道选项 在这里你可以创建新的或移除现有频道 你所要做的就是输入你的频道设置 并添加一个新的报价 填写前面提到的栏位 你可以添加所有人可见的报价 或者仅自己可见的报价 你可以向特定的客户或朋友提供此报价 目前介绍的功能将在项目启动的第一阶段启用 请详细了解项目时间表的细节 在本视频的下一部分 我想介绍公共直播和相关转码服务市场的功能 启动这一功能 我们需提供所选市场的计算能力 并提供合作伙伴网络 这将是我们项目的下一个阶段 你看这个系统是多么全面 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用户或内容提供商 不仅适用于个人 也适用于公司 从小企业到大型企业 甚至电视台和广告网络 这确实是一个创建真正免费和多样化 在线直播市场的巨大举措 除了提供线上服务 频道拥有者还可以创建 面向无限受众的任意公共直播 让我们看看该如何去做 在频道设置中选择即将播出的直播 然后添加新的公共直播 然后你再次需要输入相关信息 就像我们之前所做的 直播标题 使我们的直播脱颖而出的略缩图 简短的描述 开始日期 直播时间和持续时间 以便我们的客户可以分配好时间 现在你必须弄清楚 你将主持什么样的直播 你可以选择每次观看直播的收费 或者一分钟计费 可以通过密码限制直播的观众 也可以免费直播 现在你所要做的 就是从你想直播的市场中 选择代码转换器 一旦完成 你可以随时开始直播 只需点击直播并更改状态即可 你可以修改你的直播属性 可以更改标题 设置聊天属性 决定直播类型 例如启动一个免费直播 并在10分钟后切换为付费 你还可以使用手机 无人机 外部软件 或其他能够在online平台上 进行直播的设备 任何公共直播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 是为你的直播选择服务供应商 你可以选择根据你的位置 分配的默认供应商 或另一个 令你能在其他国外市场获得更高质量的供应商 online通过开放转码和中级节点服务的去中心化市场 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其网络的一部分 任何网络用户都可以通过设置转码和中级节点 利用其计算能力获利 所有转码操作均由通过此节点 传输直播的频道主或其观众付费 今天就到此为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